我们到伊斯坦布尔了 挡下飞机 全都是银行 自从他们这个货币出现了很大程度跌水以后 其实这边生活 老百姓挺不容易的 因为什么东西都翻了好几杯 好 我们找一下怎么去市中心的交通方法 伊斯坦巴尔的交通真是醉了 大概就是 你开个三公里以内 他要100人民币以上 真的很夸张 我觉得英国也不至于这个价钱 然后本来我们说我们来坐公交车 但是公交车已经 哎 记得已经不行了 我们看吧 我们走走走走 伊斯坦巴尔的 从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泰国 就是车是真多 然后各种多 但是他并没有泰国那种放松的感觉 这边真的是 各种各种挤 各种不让 哎我操 这边是烤肉 我们看物价差距有多大 我们前两天买的16只50亿杯 这边11杯 走到一个居民巷子里面 哇整个一个下去 哇我们上来看多少老爷在钓鱼 哇这老爷太 哇塞 这么多他要铺 都铺腾出来挺大的 我刚刚上来的时候看他钓了 这边还有一条 两个钓鱼 哇 好厉害 这个哥们儿要加油了 给你个正点 加油 哇塞 这个你是要卖的吗 这么专业 直接泡沫河都打包好了 直接可以冰冻出去卖了 鸡身器 蛮美的啊这边 好美 好美 我们来到一个高级的 汤果店 这种汤果店特别多啊 我们去明天去打巴价 给大家看市场 是多少钱 这边245 底浪 不许市场能比这边偏一半吧 这个就是他们的轻轨站 我们骑上的他的 勤回这些早上 大家看勤回的样子 好多人 前方就是 蓝色 金针丝 这边外墙他在修建啊 然后希望我们是可以进去的 好我们进来了 就是 还有几点规定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男生 那个是不能穿短裤的 一定要穿长裤 然后第二呢 女生 小姐姐们 一定要包头巾哦 但是你没有头巾没关系 这边可以 他免费提供 给你头巾 这样给还给他 最后就好了 然后呢 进来以后一定要拖鞋 大家都看到 人手一双鞋 在里面的话 必须要拖鞋 他这边在修建啊 就很多东西都在玩扇中 哇 这顶还是蛮美的 蓝色七星色 非常不巧 他就是在修 然后那边有一个箭头 我以为说 他这边很大 只有这一块在修 其他地方 大家都可以去参观 结果发现 只有这一块可以参观 其他地方都在修 也就是说 从那一口出去 就我相当于出门的 每个前身的小哥在 许愿 这才大家的区域 也就是说 中间是主区 然后有四个旁区 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走走看 从前面写着 Exit 就出去了 三分钟 参观完 蓝色青天大教堂 我们现在要去 索菲亚大教堂 可以看到他就在对面 很近 不一就一两百米 我们进 索菲亚大教堂的 门前 有这种饼 这种饼 这种饼 只好吃 你知道吗 我觉得来土耳其 一定要可以给大家 大家一空尝一尝 今天你看大家 我发现了什么 这个队伍有多长 大家顺着我指头看啊 那里面也是入口 只是入大门哦 然后 然后all the way 到这边 然后转过来 然后我们往后走 没完哦 没完哦 现在有多少 难道是因为 蓝色大教堂 在装修 所有人都来 扫菲亚大教堂了吗 你看几个队友 然后他在转 他在转 转到那边 话说 跟大家 稍微快速介绍一下 蓝色大教堂 刚还没来 真的是很趟为观者的 一个建筑 没完后我们还在走 这个队 我们来 比较的时间啊 看这么长的队 要多久 可以进去 我们来拍一下 我们终于进来了啊 还有最后一道关卡 过个安检 然后这边还挺严格的 要筛一下包 scan一下 你们可以听到吗 已经开始了 面骨男精了 索菲亚大教堂里面 头巾是不租的 也就是不是免费租 就是要买的 这个和蓝色青春寺 还是不一样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是小姐姐们 这是阿拉丁神灯吗 神灯啊 神灯 哇 我们终于进来了啊 索菲亚 是在1453年建的 是当时第一次 苏丹功课的这个以后 然后重新翻修重建的 这个30分钟 还是值得排队的 非常非常值得进来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呢 有一些人在这边出台上 是他们只有他们宗教的人 可以进去啊 游客啊 其他人是不能进去的 会有人拦着 我们这边已经越来越多了 已经乌鱼啊 全都是 我们现在来到了另一个景点 地下水空 地下水空呢 就在索菲亚大教堂的团队 不过也需要排队的 金子光 这边排队 还是他们第一次在这边排队 好美景 中午了我们来吃碗兰州拉面 巡 Paste 面饭 面饭 你 摩兰州拉面 东西 来 点火 再去 orn 我 梁 这个餐厅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第一 他就一个对服务员 就是他的老板娘 然后第二个 他只有一个菜单 所以他只应一份菜单 这样他才能就是manage her time 然后第三个就是 干什么都要自己吃 就是你要喝饮料啊 拿筷子啊拿碟子啊 就要烤自己 因为还是那句话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 我们店了好多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碳水炸弹 很好吃只花了280里 他两个人就是很嫌疑 我们现在来大花扎 Ground Baza 就是他们非常非常大的大陆市场 这一大陆有很多想象中的阿拉丁神灯 然后他们当地的香料 当地的就是天资日朝的甜点等等等等 很多茶可以有放松的一些茶叶 各种干锅 这边有好多银饰啊 珠宝啊 18K斤 有没有 闪闪的感觉 真的非常 只是有多多乐劲 好感觉 我们都是神灯 神灯 来一起三个愿望 我们都在这边 收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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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灯说没愿望马上就会实现 就一百个历历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当地磕散化 这什么满坏 丑盒 把这大工片拿来 我们从大八家出来了 然后现在来到香药市场 哇 这门一股扑鼻的各种大料香药的味道 好多香药 这还有帐红花 有Saffron 帐红花啊 哇 这搓澡一条街嘛 这搓澡的工具嘛 各种丝瓜 然后这些都是香药 香药 哇这真的是两米 就是一家 一套就是一家香药店 再过一个又是一家香药店 我们就不买了 我们来看一看 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字号店 也是于1864年 进来看一下 大概五六十六七十块钱一块账报 这个很可疑 那里面有多现点 然后这里可以就餐的 今天可以有餐厅 今天可以带离河回去了 夜景 这就是一间的一个汤 我们进去 我们去他的祖境看一下 大家看我发现了这是什么 这撒严哥啊 有没有 撒严哥的总店在这 太多了 撒严哥总店就在 我这边有一个卡塔拉 塔的旁边 很好找 大家如果来一起看法的话 所以我很建议住在青年这个区 因为这个区真的很方便 而且真的没有老球运的那么多 今天相对会好一些 但是又很繁华 主要是当地人 通行的一种工具 然后并没有很多游客 我们上船了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船要去哪里 但因为它有不同的航道 我们上船的时候才发现 有一些乘客并没有伤 才意识到它有不同的航道 就要一只 哈哈哈 它又倒回来 然后张苗给你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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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抢买抢卖了 抢买抢卖了 好像这些物打物赵 我们来对立吧 这就是我们要去的一个口岸 然后我们去见面一个老城的另一个区 这个老城这个区叫Balat 它最有名就是这种彩色的房子 现在又发现挺热闹的 很多Boutique小商店 可以走走看一看 还有很多餐厅 只有很多猫啊狗啊 所以我都还蛮惬意的 我今天的小店都好混义哦 但是我们来拍照 有没有 给大家看后面是什么 是一条彩色大道 我记得在巴士的时候 也有一条类似的彩色大道 哇塞 我走下去看 各种拍照 我们上来了啊 但是感觉这是一个私人的一个住宅 而不是一个公开的一个 给大家参观的住宅 哇好美啊这个住宅 难道他们想进去吗 我们看有没有其他进去的方式 哇门开了 门开了 门开 哈哈 我们真的把门关上了 经过我们欺而不舍的努力 我们发现了前门 刚才那个其实是后门嘛 我们进来了 但是 那这个好像又不是 哦这只是一个mask 这个不是那个红房子里面 这是两个 不同的地方 它其实有个栅栏分开的 我们只能从 这个院落来拍对面这个院落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间 山顶的景臣寺 风景还蛮美的 我们土耳其 以此谈跑之余的尾声 来到这边的皇宫 过完了安检 我们进来了 哇这个皇宫真的 这个建筑不亚于 巴黎的凡尔赛工 它是很美的 他们这边多数人材料 采用这种 巴洛克建筑风格 然后有苏丹的浴室 因为土耳其浴室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然后有苏丹的浴室厅 然后会客厅 浴室 所有苏丹的肖像 住在这里的皇上 这是通向后宫的道路 后宫 报花园 其实它整个皇宫是一海而建 它就建在了伊斯坦布尔的海边 它有三道大铁门 一道大铁门 很直直地面对海边 另外两道大铁门是面向内陆的 这是后面的一个 汉泉花园 我们就结束了这个行程